好吧 女幼村的装备 女幼村装备其实还是挺不错的 女幼村装备 16段笑的鞋子 这个鞋子敏捷有点低 防御很高 109的防御 敏捷56 确实少了6点敏捷 还可以再融几点敏捷上去 不过防御融满了 不敢融了 确实不敢融了 感谢庄子后宜老板 长保图 分不感谢 腰带的话 这个三男子 愤怒圣灵之甲 易修理 这个熔链也是很OK的 这熔链 武器的话体赖 体赖损血 伤害675 这伤害也是够高了 帽子的话是罗汉警钟 常规的277 罗汉警钟 项链的话金清爵 这项链可以融很多 我这留存的号其实还可以融链融很多的 衣服的话303 融链加14 317的房 317的房 双加的话是多少 双加的话56 这个双加56 防御很高 双加56 带破甲数 全身五件修路会的腰套子 要求那么多 只为了活着开 尔丁的话速度三速度 轮个三盒设计109的黄金在打是吧 109三盒设计在打 行我专门给他们看了 我马上哈 还会有谁记得我 那时时一时五 戒指的话三速度 这个常规的 我刚搞的黑马卖 直击二号 刚搞的黑马卖号 扯独子去 手拓的话 这个防御双法房的 防御36 法房33 防御双法房的 这个八级剑步 好吧 这个八级剑步 然后这个的话 也是个八级剑步 速度26 防御双加 这个是个八级剑步 唯一两个八级剑步 就这两个后排上面 就唯一两个八级剑步 就没有了 宝宝 宝宝杀宝吃了点宝宝 这个虚名还不是全磨的 这虚名 但是高级一只 竞技法报还是有的 这个虚名的话 血更多 也是高级一只竞技法报的 高级一只套子 这个 利皮 姿势还不错 这个 这个利皮 然后这个利皮 你们当没看着 好吧 这利皮你们当看不见 看不见看不见 这个高区的 准备怼葫芦兄利用这个宝宝 成长满的工资满的 11技能 这个是个连击任务 373寿命 寿命快没了 带点说什么 然后这个是我招牌耐弓 1650的弓 1650的防 太舒服了 这个耐弓 四千体 这宝宝 伤害高 防御高 抗性高的一坨 这包其实还可以吃如意单的 把它防御继续加上去 这个确实 这个宝宝害 吸引这宝宝 然后的话 8技能毕了利皮 1460的防 1400的 1400的防 1460的攻 成长1.27的 这宝宝还能 马上还能吃了 能继续吃了 然后全魔 触其不易 蓄弥一只 2366的 2386的一个法子 然后这个黑马一只 这黑马说他 只要有点差 这黑马 我都不好意思拉出来 这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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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太差了 明年吃元宵会好很多 这个黑马 其实还好吧 主要在黑马 自己打成的 成本不是特别高 这个开场用不了啊 因为这个 进击必杀 高级盾气的 这两技能不能开场 这个只能刺拉出来 就是我需要抢树的 优势的时候 把这个拉出来 抢树的优势 好吧 就这样子